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傑森老師 那這段影片呢 我們來講解一下 物件的一個路線的整理 那我們在之前這個 石頭龍的一個練習作業中 他的身體啊 上半身 跟腰部還有這個骨盆腔 這三個物件其實是分開的物件 那我們如果去使用這個 空巨包裡頭的這個 去做一個合併的話 他雖然會把物件給合併 成一個個體啊 但是他上面的這個部線 其實並不是 在做動畫中 合理的一個 部線規則 那這邊我們怎麼去做處理呢 我們必須透過 線段的一個分割 或是非法面的一個刪除 來得到一個 合理的模型的一個部線架構 好 那這段影片我們現在談一下 這邊怎麼去做 部線上的一個修正 好 那開始講解之前呢 有另外一個是需要特別去 留意的是 我們在做部線 整理的同時啊 因為需要不斷的在做 角度的一個選擇 那某些角度會因為 物件本身的造型 而形成一個遮蔽的現象 像這樣子我就可能就看不到 這個部分的一個部線結構 那我們可以打開這個半透明 半透明的一個選項 你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去觀察到 模型部線它們之間的關係 好 那啟動這個半透明的一個功能之後啊 你會發現到一個現況 它會把全部的這個模型部線 不管是前面還是後面 它全部都會同時的顯現出來 那這會造成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做點線面編輯的當下 會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到底哪一個點字在前面 哪一個點字在後面 那即便你可以判斷 在這麼多線跟點的一個在後下 你也會造成一些視覺上的疲勞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透過 背面的一個點線面隱藏的功能 來獲得一個改善 好 那我們要進行 物件背面的點線面 做局部隱藏的一個顯覺條件 就是你必須先在物件狀態下 好 現在物件狀態下 才可以去執行這個指令 如果你的編輯狀態是在原件狀態下 那基本上這個指令會失效 好 所以我們先切回到物件狀態 就是綠色的這個現況模式 好 那請各位往左上角去找 我們去找這個 Display的這個選項 那在Display底下我們去找到這個Polygon Polygon的一個選項 那往右邊找這個 有一個backer face 它把背面的一個資訊做局部的隱藏 那這顆按鈕它可以做隱藏跟顯示 它是一個開關 假設說你需要把背面結構給做顯示的話 就一樣再找到這個位置 去點擊它就可以 好 那這邊我們按一下左鍵 好 你就會發現到它會把 不是你鏡頭看到的這個點線面給隱藏起來 所以這樣會編輯上你會相對的比較輕鬆一些 好 接著我們開始來進行模型表面的一個 路線的整理 那我們在整理的時候請同學記住一個要領 就是我們先做單邊 我先去找它的中間線條 先做一個頗半的一個動作 那把另外一邊先做刪除的動作 然後最終我們再使用鏡像 鏡像的指令去完成 完整的一個個體 好 所以這裡呢 我先使用點工具 那執行卡 去做切線的一個處理 好 這個東西在做切線要特別小心就是 不要再單一個點上 點太多左鍵 它可能會不小心畫了太多刀 它都會載成你後續編輯上的一個困擾 好 那在這個交換點 我點一下左鍵 然後再接續到下面的第二個點 好 一樣按一下左鍵 好 按一下 enter 鍵 它就形成切割的動作 好 那背面記得也要這邊也要再切一刀 就是抓它中間的位置 這邊各切一刀 好 那裁切完之後我們要往上走 把上半身的部分也做一個裁切 好 抓到真正的點 我們先下一個左鍵 那這一條橫線 我們要抓到它50%的位置 好 千萬不要用拆的 好 不要用拆的 那我們在點的時候 你可以按住 shoot 鍵 它會去偵測這條線的50% 就是一半的位置 好 那單點左鍵 它就會切下去 好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方法 依序把這邊都是按住 shoot 鍵加左鍵 快速的去做一個切線的動作 好 那頂部正面也是 好 記住要它顯示在正確的線跟點上面 再去點擊你的左鍵 好 不然你只要按下去它就會直接畫一刀在上面 好 這邊我這樣環繞一圈之後按 enter 鍵 好 它就形成採切的一個效果 好 接著我先把旁邊一些不規則的線條做刪除 好 把這個分割的工具先關掉 好 這個要先進行關閉再去改成線條工具 好 這裡要特別小心 有時候同學操作太快 會忘記關閉這個指令 就直接去點線 那它會直接針對線段去做切割 好 會比較麻煩 好 那刪除線段有一個正確的做法 就是你按住之後不要直接按 delete 鍵 正確做法是按住線段之後 再按下 shoot 鍵還有滑鼠的右鍵 那這時候請你選擇左下角這個 delete edge 好 刪除線段的工具 這才是正確的刪除做法 好 在骨盆上這邊有一個一條線 這邊其實可以做刪除 我這邊測試一次給各位看 我直接做 shoot 鍵加 逐鍵連點 好 它會整個環到起來 那一般同學可能會以為 我這樣宣傳起來按 delete 鍵 它就可以進行刪除 沒有錯 它有刪除 但是 如果你切到點工具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每一個線條的面數它都是非法面 因為這個它已經有被 在分割一個矛點在這個位置上 這也會造成 系統會判定它是非法面 好 所以我們在做線段移除的時候 務必記得正確的做法 好 是選擇完之後 shoe的鍵壓住 然後按滑鼠的右鍵 選擇左下角的 delete edge 好 這時候它才可以完整的把線條 所牽扯到這些矛點 一併做清除 好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學一定要務必的小心 然後去注意它 好 那我們檢查一下 這邊都會有一些是 錯誤的分割 我們都把它做一個移除 先把它清除乾淨 好 那這裡清除乾淨之後 我們只要保留單一邊 單一邊的造型 這邊我們不要 先換到面工具 那這時候你可以先 視角切到這個正視角 這邊我們在做選取 會比較容易去做判斷 不會誤選 好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面工具 在操作工作區 按住左鍵拖曳 拖曳的矩形 框選起來 那直接按 delete 鍵 那再回到 那個鏡頭的視角來做觀看 好 這裡因為我們剛剛有做 摺筆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造成背面沒有被選到 好 沒關係 讓我們這裡再 再狂選一下 好 這裡其實狂選你要特別小心 就是不要選到不該選的 好 那沒選到的 你就是 Shift鍵加左鍵去做點選 那就可以把它們選進來 好 盡可能拉進去做觀察 好 所以同時如果這裡要做移除的話 你就先把 背面隱藏的那個功能先把它 關閉掉就可以 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好 那 單邊刪除完畢之後呢 我們切圍到物件狀態 我們要用鏡射的指令 把這個物件做左右的鏡像 好 那首先這裡有幾個動作 選擇到它之後 我們先到Modify去執行一個Freeze 好 就把它的參數做一個規定的動作 好 再來執行Reset 好 把它的中心點回到世界中心坐標 好 再來我們去進行特殊複製 好 選第二個 那這邊我去選擇-1 好 去執行 OK 那這樣的話 它就把這個 正面的這一個造型 好 先做初步的一個鏡像的一個複製 那鏡像複製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進行 網格 好 網格的一個 正確的一個分割 那這裡有幾個技巧 就是 線要對到線 好 所以 盡可能就是 沿著它的一個 分布的狀況去走 好 所以我的習慣我會先從 十字的部分去做分割 好 這邊我確定這裡是剛剛好 它的十字位置 我就這邊去做一個切割 那切割完就是按一下 Enter鍵 它才會 真正的把這個線給做 執行 那不要點在空白的 那個面上面 因為它 它會造成是 不是在點上面加 毛點 它會變 你會在 網格的上頭去 多出 不必要的這個節點 那這些節點器 它都會造成後續 軟體計算的一個 錯誤判斷 好 那側邊這邊也是 就是先抓 90度的這個節點 然後到身體這邊 按SHEW的鍵加組件 我先去取 它的50%的位置 好 直接讓它走一圈 好 按Enter 那這邊也是 正面這邊也一樣 我去找到 這邊的中間線條 1 2 3 4 5 6 那我就找到第三 第三點 這一個點 讓它往 往這個地方去切 好 一樣按出去的鍵去偵測 50的地方 那記得要環到一圈 你不要只做單邊 結果後面沒有做到 對應到 一樣的位置上 好 那這邊才切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思考 這裡怎麼去做一個 收線的動作 原則上我們在做分割的時候 會盡量 降低面數的一個 數量 所以 我這邊會採取一個 收線的一個處理 就是我會把這個點 這邊佔50%去做分割 那記得一定是 要環到一圈 那這一條線也是一樣 好 一樣是50% 分割完按一下Enter鍵 好 那這裡我希望它 可以進行收線 因為我不希望它 繼續往上走 這樣你上面會增加 其他的步線結構出來 那這個可以怎麼收呢 我會這樣做 在中間點一下 然後回到這裡 這邊先切 然後這個點一樣上來 再去接 好 這邊是四邊斜 但是這裡是非法面 那這邊的收線就是 切斜對角 OK 好 這樣的話 就達到一個收線的效果 好 就到這邊 這邊是分兩個面 到上面就回到一個面 好 那兩邊 我們在做鏡像的時候 其實它 就會直接copy過來 所以這邊你不用管它 它會根據你這裡的操作 直接copy過來 好 那正面跟背面 這裡它就 沒有多餘的效果 然後再去做分線 所以這裡我可以怎麼去執行它呢 好 我就 先把這正面先分 分一個 切一個橫切面 那這個橫切面 我們剛剛在做 可以按SHEW的鍵去偵測它的中間點 但是我不需要一個一個慢慢去點 你如果是碰在直線上 你再搭配Ctrl鍵 它會直接以環繞的一個形態去做切割 好 這邊就切 切一條線出去 好 那接著這邊 我就開始往上走 這邊往上走 好 然後往中間 往中間收 好 然後這邊 我就往上走 你可以抓50% 好 去做一個環繞 好 這邊再把它切下來 先切到這邊 好 這邊 把它做一個斜邊 做收線的動作 好 這裡就完成了 好 這邊就 把它的布線慢慢的收掉 那後面一樣喔 跟剛剛我們在操作 的一個方式是相同的 好 直接切上來 好 那這邊我一樣切過來 往中間走 然後再切一個斜對角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一個 正面的一個 布線的一個修正 好 就是 合理的一個布線的一個處理 好 那這段影片就先到這邊喔 幾段影片 到這邊 到這邊 對 來